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头我是妍妍 自由高正我是自祥 天马行空我是安琪 今天来到了10月23号星期四的早晨 今天早晨是有一个好玩的事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有一个英文名字 相当于华人来说都是有一个英文名字的 这个英文名字究竟怎么取现在也是一个学问了 其实要看姓氏吧 我觉得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文化 像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常说 如果你是姓陈的话呢 那可能你取英文名字的时候要小心了 比如说那个Monica Chen 如果是会福建话的人呢 可能就听得出他其中的这个双关语 或者像是Michael Tan 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买该答案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方言谐音 那个在方言谐音上确实是一个好玩的地方了 然后有一点我还发现到的就是 除了那个方言上的一个玩法以外呢 就是在那个名字上 比如说我的英文名字叫Mike 但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 就以为我是叫Michael 他们就把它缩写成Mike 但其实不是的 是我的真正的英文名字也叫Mike 所以呢 在取英文名字这方面的确是有很大的考量 那如果有的名字后面还有其他特殊含义的时候 尤其放在西方文化的时候 可能又有不同的意思了 假如说我要起个英文名字 本身我就有英文名字了 然后我想再起一个英文名字 我想再起一个英文名字 我想叫凯特好不好 K 就想到那个我们 英国王妃 对 是不是别人就会以为我 你想变 你想 你也想灰姑娘变成白雪公主吗 会别人会有这样的那个想法 会有一个感觉上就是说 嗯 你想要更加上一层次 那种那种感觉 或者我想叫 叫叫什么呢 叫Sugar 这个会很容易让人有那个遐想 这不是就表示强烈的性暗示的 那可要再看场合了 好像一些像Sugar Honey那种都是 除了它本身可以代表食物以外 可能它还代表了其他的一些味道 就是常会在 比如说在跳托语舞娘的那种 这样子叫人家 那我不能 我不是 很便秘的意思了 我叫一个比较高雅的名字 我叫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这个似乎 呃 太太太 太独特了 我觉得有这个学生性比较高 对 学术学术性的那方面 太棒了那种感觉 你敢叫自己爱因斯坦 或者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个中国人 他的中文名字叫做王建国 那么他的英文应该怎么叫呢 他就把他自己叫成 王 王就是the king 就是国王的王 the king 建国就是building country 哈哈哈哈哈哈 so the king who is building country 哈哈哈哈 所以老外的就会想 这是个什么名字 怪长的 哦 你是秦始皇吗 哈哈 那你太牛了 太太牛了 这样的一个名字是很好玩的 现在一样是有一个 呃 他是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里就呼吁中国人 不要乱起名字 这个名字有时候你起出来之后 会让会让人感觉到很笑话的 嗯 对 尤其是这个中 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在他的英文文章 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说哎 好了 我现在列出一系列的名字 然后这些呢 大家要选的时候要小心胜选 因为他可能背后有你所不知道的双关语的 呃 还溺在背后了 是 这名字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那么长相也是另外的一个有趣的事情 呃 长相说到谁呢 说到是李鹏哈 李鹏是原来的中国的国家的总理 李鹏先生啊 他现在已经是很老了 退居二线了 呃 但是同时呢 我们今天的有一个照片哈 照片的一个脚上还有另外的个小李鹏 呃 他不是李鹏的儿子 他应该是李鹏的前任的下属 呃 他的名字应该叫做呃 刚才看了一下啊 他的名字叫高岩 嗯 是吧 高岩 但是其实他两个人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哈 但是这个照片看起来就感觉这个高岩的长相和面貌来说 他有点像李鹏年轻时候的样子 所以也许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哈 李鹏就把他当成亲信了 哈哈哈哈 这进屋者赤 进末者黑吗 这就这就那反映了中国的这个文化哈 文化什么文化呢 关系 人际关系性文化 人际关系性文化 他不仅仅通过我的权力可以搞我的关系 呃 总有两个字的形容 我就感觉嘛 就给你感觉到我舒服 我喜欢啊 我们就能够一拍即合了 就是这么简单吧 是啊 最近这个他的下属呢 是一个大的大的大的大贪官了啊 他现在在澳洲啊 在隐居着啊 那么澳洲现在也答应中国这方面可以引渡这个高岩回国受审了 呃 高岩曾经他的一些历史和他的历史和经历啊 好呃 跟其他的贪官应该是一应该是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呃 他的你包括他有很多贪的很多钱了 你包括他在就是2002年的时候呢 被中纪委盯上之后 中纪委就从他们家里搜出了 从家里啊 不是从银行 从家里搜出了2500多万元的人民币 呃 还有六块劳力士的手表 同时呢 他跟其他的高官贪官也是一模一样的 也有自己的情妇 他这个情妇还挺高级别的 把他安置在那个啊 本身呢 他是这个云南电视台的女主播 而且把他调到北京之后把安 啊 他这个高岩呃 在北京的时候呢 他把这个主播安置在上海 那并且呢 还会提供四辆轿车给他专用啊 嗯 所以可以算是非常豪气的啊 并且呢 好像每次去上海聚会的时候 都会花了非常多的钱了 那目前为止 像刚刚言言提到了 不只是在他的呃 这个屋子搜出很多钱 然后被盯上了之后呢 他也利用假护照逃出中国了 所以为什么刚好我们就提到了 他本身是在澳洲这方面 所以澳洲的警方越啊 同意帮忙把他引渡回来 而且他是潜逃了12年之久 然后他也是这20年来在国外逃跑 呃 这走楼的 OK 跑路的 走的 OK 呃 级别最高的一个贪官了 是 然后最近除了这个贪官之后呢 我们看到哈 有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最 呃 有一个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呢 说中国正在严厉打击这个政府的贪官哈 现在已有50多名的高级官员和成千上万的普通的官员落网了 但同时呃 纽约时报还给出了另外的一个提醒和提示 就是这个提醒说 有时候呃 中国在查办官员的时候 他不仅仅的是依靠法律和问责的名义展开 他往往呢 是有党的机构在法律之外 也就是在法律之上秘密的操作 那么这样的一个点就引起了一些大家的担心 害怕 害怕什么呢 害怕有一些官员因为不正当的手段 或不正当的法律的程序 遭受到党政机关其他人的一些破坏 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 那那些官员肯定就会说 就肯定会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说潜逃了 这个是免不了的了 对吧 然后再加上就是呢 我们来看就是呃 其中下一位呃 被其高大呃 高级官员被呃 密查的也是就我们叫做周周永康 最近他也是被呃 中共悄悄的清算他的那一个呃 家产啊 嗯 那总共有多少啊 所以 他所以说呢 在呃 这个除了周永康以外 现在这样的一个呃 情势呃 之前还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呃 一个人呃 他也是福建省的中层官员 他叫王光龙 呃 他也在监狱里受审 但是他就出来之后 他就说呢 他说在这个避风的这个监狱里面啊 是很冰冷的 而且呃 有时候是没有东西可以吃的 有时候还需要挨打 还需要接受审问 呃 这么一个折磨之后 他曾想过要自杀 呃 但是坚强的意志是他坚持到挺过来了 呃 最后呢 什么叫坚强的意志 他就接受了一个交易 这个交易说 如果你认罪的话 呃 你受你认罪 你承认你十七万呃 十七万元人民币 你受贿的话 那你就能够保外候审 呃 结果呢 他也承认了自己的罪名 他也没有获得保外候审的机会 所以类似的这种案件啊 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多的 还是是个例哈 结果是多的话呢 对于有时这种报道 就是给中国官方的一个提醒 你这样子的以党的机构 党的名义 对呃 这些官员 无论他受没受贿 他都有自己的人权和自尊啊 你这样乱用刑法的话 超虑法律之上的话 你什么时候你才能以依法治理这个国家呢 那有时候就让人担忧了 你看 虽然打腐败这件事情 打打贪这件事情 让很多人都觉得啊 对中国有一些一份起了一份敬意啊 从心中啊 但是呢 如果这个打贪当中 涉及类似像刚刚你提到这个案件 王光龙的这样子啊 就是用言行拷打的方式去逼宫 而且要他认罪 那最后呢 他是受不了这些身体跟心灵上的折磨 而去被逼承认 那如果他真的是有受贿 那就好 那就真的承认了 但如果他没有的话 就变成了另外一些冤案了 但是如果说回来的话 如果那个官员他没有本身 本身没有受贿的话 那他也不必要去担心说 毕竟我相信 中共政府他们不是说 马上说 你有那个嫌疑贪污 他就马上给你 把你给抓起来 他毕竟可能会 用一段时间去观察你 去调查你 肯定会有一段时间 确定他们有确实的那个证据 才会把你给抓起来吧 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就是说 什么听到 也常相信中共政府 至少说 像刚他提到的案件中 如果他们真的有足够的证据 那为什么还要不给他东西吃 还要打他 用这样的方式 对 这个问题不是重要的问题 我相信在世界上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监狱里 都会有类似的 出现这样子的事情 包括美国的监狱里 也会出现 类似这样的情况 但是问题最重要的是 这个党的机构 凌驾在法律之上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错误 是一个制度上的错误 如果这个 你看我们刚才所说的 中国的人际关系 你包括这个 如果党的机构凌驾 在法律之上 凌驾在制度之上的话 它也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假如说 你这个 你就拿这个人来说 王光龙这个高层中层的 这个官员来说吧 假如说 假如这个警官对他是有仇 有私底下有仇的 他是不是很严厉的去对待他 或者他们曾经有过过节 如果说他 另外的一个警察 对跟他有私交 而且很好的私交 是不是 如果即使他犯了错误 是不是他也可以放他一马 所以这样的人际关系 会很容易的腐蚀 或充斥到一个正常的 法律制度的体现 这个当然上 当然这一个状况出现的话 当然会充斥到这个关系上面 但是这个就要看中国中央政府最高领导层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们的决心打斧有多大 就是像最近习近平最近都一直在喊 都是说都说在要严厉去处罚这些事情 所以呢 现在就必须要把这一些有关人士 有关贪污的人士 把意义给抽出来嘛 所以也就是这样的方式 也许有时候你必不得以用一些比较严峻的一些手法 去把这些人给找出来 不然的话呢 你对他们好的话 他们就觉得说 中央政府怎么好像都不是都都好像就说你只是要我提供一些人的名字 但是我不给的话 你又那我如何呢 那如果是确实 如果打贪只好事 那除了打贪之外 希望呢 也可以不只是打的对象是跟自己有意义的人 而是所有不是为了对付你的阵敌而去做的一事从人 而是要真的从根部开始 不然的话就会就会让人感觉他只是为了要铲除阵敌而利用打贪之名了 那其实在看说其他的人士可能包括了一些民运人士 或者是一些著名的政治学者 他们就会让人大家想到 如果他们本身的一些对待生活到最后晚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会不要在历史上面记载又是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凡是东方人的东西都是很麻烦的 因为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很麻烦的 所以我们是需要法治 但是法治的同时 刚才我们说另外的一个人士 另外的一个话题也是很麻烦的 就是民主的课题 在东方人眼中的民主课题也是很麻烦的 那么参与民主这项运动的人士 他们本身的生活和经历又是很复杂很麻烦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一下啊 这个啊 中他应该是叫做中国著名的异见人士 他叫做陈子明先生 他因为得到癌症就病逝了 其中呢 我们可以就从Facebook上网上都可以看到王丹哈 有一些也是民主知识呢 为他留下了一些很敬爱的言语 他呢 其实可以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是他是1998年 被称为1998年民运的母后黑手 但是他的民运理念和其他的一些激进的民运理念是不一样的 他的民运理念比较类似于胡适先生 胡适也是中国很著名的一个文人作者和民主运动人士 呃呃他呢他他们的道路是一样的 这个道路是怎样的道路 他说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呃他们的处境是这样子的 呃往往的专政主义者说他说他们就是说这些民运人士啊 说呃应该陈子明要颠覆他们的政权 那么激进派又说呃这呃陈子明他们给专制者涂脂抹粉 所以他们两方面都不靠 就是我既不靠那个激进派 但是我也不靠专政派 但两方面你都得不到什么好处 两方面都说你的坏话 这就是陈子明先生他所坚持的理念 他的理念我记得之前读过胡适的一篇文章啊 那个文章里说啊中国的民主自由思想是什么 中国的民主自由思想是呃我们可以要民主 我们也可以要自由 我们也可以要人权 但是在你说话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这句话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你但当你做这个行动的时候 你这个行动将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想这句话就很明白和简单的说明了胡适 与这个陈子明他们对于民主理念思想的一个认识 是对于他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当然刚才说的就两边都不靠 所以呢两边也不讨好 那那整个六四你刚才就说了 因为他被当就是被说成就是幕后黑手 所以当时六四的判刑也算是最重的了 因为他们本身也坐了坐牢坐了整13年 那之后呢一直都遭到半软禁的状态 就算他最后坐完牢了之后还是一直的被半软禁 那直到到1994年他被查出有得到了癌症 就往外把外送医 但是还是被被观察被软禁这样的状况 所以到到今年去年12月呢 才证实到了末期才有去做一些 前往美国做一些治疗 那其实就算在他患病的期间 他都不断的会有做出一些很多的评论 或者是对于国家的改革进步 都有说出了很多他的理念 他的想法 那甚至呢在他晚年的时候是大力的主张 中国推进这个宪政 并且他也很希望说习近平在上任之后 可以成为大陆的蒋经国 带领中国改革进步 但是他在几个月 他其实后来也是有批评说 习近平推出的这个 推行的这个宪政呢 也没有什么西医啊 所以他也感觉很失望 所以他其实对于 就算他患病 他的那个精神 对于社会的关心 对于政治的一些改革进步呢 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想法 对 但是把话说回来 就我们我会有一个疑问 就陈子明先生 对他的这个思想呢 是一个很 我们可以说是他一个很现代的一个想法 一个思想逻辑 但是在他拥有这个思想逻辑的同时 是否中国人民全体人民 平均的那一个自由的意识上呢 是不是也达到了一个特定的一个一个水平 就是说他们是时候接受这一方面 这样的一个开放呢 这个是一个一个考量点 嗯 就是要问一下 全体的是参与中国人 他们是不是民主的意念 到达了那么一个层次 我想应该还是没有那么快到达那个层次上去的 呃 同时呢 呃 这名呃 这名人士 呃 可以用三个词语来概括他 第一个 他首先他是一个爱国者 第二个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第三个 他是一个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斗士 这三个结合起来 他才是陈子明 他才是需要我们去敬仰 需要我们去钦佩的一个人 所以在这方面 你看他想年都才62岁 我想任何的一个家长 或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水平来说 62岁早 这算是早逝了 呃 对于他这一生来说 应该最像他说声对不起的 应该是中国 呃 因为有很多的原因哈 呃 他他为中国的民主 为他为中国的人权 为中国新一代的人走向一个非常 在周世和中国理念的这个民主道路上 他奋斗了很长时间 那么奋斗了很长时间之后呢 他在他呃 在他生活的过程当中 以及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依然被半软禁着 这么一个状态 我想62岁 他应该是早逝 不不不不 这个年龄不算是太老 这么一个人 他失去了是中国的损失 所以在这个时刻呢 中国应该向他说声对不起 这样的一个人呢 嗯 应该是 历史会为他很惋惜的 公正平等 乃人权基石 Durion FM 我是林国文 有梁当头 我是妍妍 自由高教 我是志强 天马行空 我是恩齐 好 刚才有点太悲伤了 而影响大家的情绪 尤其影响志强的情绪了 我们再看另外的一个事情 好 嗯 那我们再看看到美国吧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伊波拉病毒这件事情呢 也让大家非常恐慌了 并且呢 最主要的在美国方面 之前也就出现了一些病例 所以这个也变成了一个 政治上面的筹码了 因为在共和党呢 就大打的伊波拉的牌 那要求总统奥巴马 就颁布临时的旅游禁令 禁止西非三大的这个 重招的国家的旅客入境到美国 那欧巴马政府呢 就基于这个选情 因为我们知道说 距离美国国会中期的选举呢 大概剩下两个星期而已 所以呢 就受到了一些压力了 终于他就让了一小步 就宣布加强这个 入境的限制 就规定西非三大疫情的旅客呢 只可以在美国五个机场 那边入境 这五个呢 包括了就是纽约肯尼蒂 及纽娃克机场 华盛顿的这个杜勒斯机场 奇卡哥的奥黑尔机场 及这个亚特兰大 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 因为在这五个机场呢 他们会特别加强一些 这个他们的检验措施 来每个进入的人呢 都会检测他们的体温 一有状况呢 就会马上进行 这个再进一步的检测 或者隔离了 在想为什么这爱博拉牌 爱博拉它成为一个政党的 竞选的 一个共和党 一个民主党 本来这个爱博拉牌 爱博拉病毒 它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 包括四千多人失去了生命 很使九千多人赶上了这个病毒 而且现在这个局势不容乐观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竟然会有爱博拉 拿爱博拉当成一个砝码 关于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 但是共和党现在说 我们要在某些机场 或者是说在我们的入境的时候 要实施一些防卫的措施 但同时民主党这方面就是说 我们他们的倾向 还是不想在他的入境关口 实施这些防御的措施 两个政党的观点的不同 取决于两个政党所支持的民众的观点的不同 那么两个政党所支持的民众 都是哪些民众呢 一部分共和党支持的民众 肯定是中产阶级到中产阶级以上的富贵阶层 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那么民主党的支持者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 这方面的支持者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理由来看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猜想一下 他为什么拿爱博拉作为一个法码 作为他们竞选的一个条件 在这个条件上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当然有钱人就是当然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素博 再加上就是他们都希望就是说 我出国也好 进来美国也好 反正我是这个国家的人民 我不希望就是说 给我有那制造那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压力 就是说有这种在这一方面的恐慌 这个是其中一个考量点了 然后当然第二点就是 也这其实基于 我们就不说这一个政治的那一个因素吧 我们就以那一个安全 就是卫生安全的理由来做一个考量点的话 其实这一个做法来说 我个人其实挺赞同 为什么 因为你进出机场的时候 机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 这是一个公众的地方 谁都可以进出 除了就是 除了你搭飞机的乘客以外 任何人士 任何民众要进去参观 或者是去购物 或者什么东西都可以的 所以在这一个 那么多人会 那么那么大的一个一个 一个公开的一个场所 那必须要做好这一个 卫生的那个检验 还有那个防范的措施才行 要不然的话呢 的确因为伊波拉病毒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找到任何的疫苗 或者是任何的那一个 可以防止这个病毒 扩散的一个方法 所以如果不靠这样子 严谨的把关 在这一个体检的话呢 那这个病毒的恐怕 就是真的是会变成一个 真的不可收拾的一个病毒 慢开到全球 说到这个就说到一些 关于他们的一些疫苗了 不过呢该提到 为什么会沦为砝码呢 我认为就是在每个国家 他们都有自己的防范措施 但如果像之前 就在美国出现了一些案例 就是真的有人被感染 然后在美国这一方面 所以他可以被作为 一个攻击的对象 说你看你没有办法的 去好好的管制这一方面 尤其现在看到一些数据 就来自这个 他们召开的一个会议 他就说到了一个 根据统计 非洲这个西部疫苗 这是受感染区的部分 每个月都会有三个病人 搭乘国际航班出境 那出境到什么样的地方呢 那是不是有效率的 能够防范这些人士 搭飞机出境的时候 不会感染给当地呢 这个方面其实 每个国家可能 他们都有自己 想要采取的措施 而是不是这措施 是有效的 就像比如说这个 来自也是个研究组的领导人 加拿大的多伦多 圣克尔 圣迈克尔医院的一个医生 他就说到了 其实刚刚提到这个方法 在机场来检验 来自西非疫区的人的 这个效率啊 效用是很低的 反而会平白的消耗到很多 维护公共卫生的一些资源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 在做决策的时候 到底什么才是最有效 跟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策呢 就也是考验着政府了 考验着政府 另外一个方面 也是考虑着 杀老月的政府 在杀老月的政府最近对于独钟来说 是有一个好的消息了 独钟呢 获得了杀老月政府的首次性拨款 三百万 给独钟了 同时呢 杀老月的政府 他包括他的首长 首长是阿德南 他也说了 他说 我反对 叫华裔为外来者 毕竟我们杀老月的地方也很大 为什么我们经常要说 把这些外来者给赶出去的这些话 是他很不能够理解的这件事情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息 确实是好的消息了 说独钟获得了三百万的拨款 而且也许 这是首次拨款 也许他会变成一个制度性的拨款 除了拨款是一种 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之外呢 并且啊 这边就有提到说 如果这个阿德南就说 如果他本身有这个权利啊 他会承认独钟的同考文凭 可惜他没有这个权利 他没有这样子的权利 但是这句话听起来是很大 让人觉得很大快人心的不是吗 是 但是在背后我们是 我们需要想一下 阿德南他是哪一个政党的 他是图包党的 国政 是国政他确确实是图包党 也是国政的一个成员党了 但是毕竟现在沙劳越要举行周选举了 周选举有几个大党 你包括我们说明年有三大大党 伊斯兰党公正党行动党 你包括国政也有很多党 包括巫统也包括图包党 其中图包党对 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大党在沙劳越 如果在这个时候周选举的时候 沙劳越的政府或者是说 图包党的 应该是图包党的代表是阿德南 他也做为沙州的首长 一直来说 他能够有这个制度性的拨款给独中的话 是不是可以争取到华裔的选票 为图包党 而且这一次呢 是他本身第一次 因为他自从他做上这个沙劳越首长之后 要面对的一次 像你刚才说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呢 他需要不只是把自己原本的这个 就是算他的基本票保住 他也希望呢 可以扩展到华裔选票方面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华裔大部分还是会有一些情意 也想要倾向于就是明年嘛 所以如果要做出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拨款 然后刚才说的一番这样的话 可以算是一个很大的甜头了 但是这个甜头像你也提到 会不会是一个制度性的 长期性的 有效性的 有诚意的 真正要承认独中这件事情 或者是对独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拨款的话 可能那个还需要时间观察了 我觉得这一方面 对阿德纳来说的话 也有可能是他的一个政治戏码了 就是为了博取华裔社会的那一种支持 毕竟在华裔社会里面 我们跑不开的就是教育课题 这一个教育课题就是牵涉到独中 就是备受承认或者不备受承认的 这个这个这个关系上 都一直以来那么多年都闹得很僵 都都没有达到一个一个什么共识 就社会跟华社跟政府都没有达到任何一个共识 所以他这么跳出来说的话 可能给他来说就他个人分 尤其在他政治图上的话 也给了一些打了一些不少的分数 所以在这方面他这一番话 当然除了就是为了得到支持以外 我相信他自己本身 是不是真的是有这个医院去支持的话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考量点 所以一方面是政治筹码 另外一方面是长期需求 华社当然需要长期需求 但是如果政治人为了做政治筹码 而做暂时的一种好处 给华社的一种好处的话 那还是得不偿失的 好我们再转一下看一下国内的一些事情 好西马的一些事情 西马的一些事情 就今天我们看到头版头条 我看到这个题目之后 也感觉到很可怕的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就是大马华印翼也成为目标 什么目标呢 他的小标题在上面说 反恐的头目们揭露了 这个伊斯兰国极端的威胁 他威胁是什么呢 他说在大马的华族 和印翼也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 这就对也许是华人 或者印度人内心当中 是有一种恐惧感的 我们也成为兽机的目标了 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以后我该怎么去生活呢 突然间假如我身边有一个炸弹 就爆炸了该怎么办 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的 或者是我们会想象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但是这个状况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 有个问题我想要问的就是 如果是说非穆斯林 就是说我们华裔跟印翼 首当其中成为目标的话 那么宗教上的一些圣战 跟其他种族又带来任何关系呢 这一个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会是一个矛盾 就ISIL他们最主要的这一个圣战的目的 就是那一些 跟他们在宗教上的那理念上 不一样的人就把它给铲除掉 但是不代表说 你是指在穆斯林的群族里面吗 还是你指的是全世界论坛的一个宗教 都跟你有关联 如果是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宗教 跟你有关联的话 我相信基督教啊 佛教啊 道教什么任何教都好 都你就是 你以大众为敌啊 你明白吗 所以这一个 如果是极端分子在你面前的话 你说的是什么屁话 一头就把你给讲了 他们是不加思索的 他们不像是你讲道理 如果是这么说的 他们会想 他们他们现在 其实现在这个组织 伊斯兰国的一个极端分子啊 他们的思想是很狂野的 很开放的 很肆无忌惮的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 那么我想就是 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任何一个人 只要是见到次 只要是这一个组织里面的人 我想大家都可以先把他给干掉好了 要不然他给我们带来后患无穷啊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实是来自于大马政治部反恐主任 这位叫做拿督阿玉干 他就说他们过去在马来西亚 我们之前不是看到报道 都有提到说他们逮捕了一些人士 都是要参加圣战的等等 那在这整个逮捕的经验当中呢 他们就一定会跟他们有接触 了解他们的思想 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去参与这些打仗的东西 为什么要参加这个ISIL 所以从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他们这些特定人士 可能就有一个相同的理念跟想法 那么就是要对付那些所有的非穆 第一他们要对付的是非穆斯林教徒 那第二呢 是跟他们理念相处的穆斯林教徒 所以他指望的这个提醒是说 哎呀反正我们好像每次看报道的时候 哎呀这ISIL的东西都是在国外啊 都是在叙利亚 都不关我们的事情 但是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太掉以轻心 因为可能有些人是跟他们是 受到他们这些思想熏陶的人 就在我们左右 而不要觉得说离我们很远 不关心 事不关己 就不要劳心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他就让大家就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并且能要更加的谨慎 对待这件事情 嗯 呃 他同时呢 还有一个口头禅 这些极端人士的口头禅是 你不接受我的意见 小心我就把你的头给砍下来 这就是个自强听的啊 你小心你身边的人了 然后同时呢 另外的一些事实也告诉我们 也许这些人就在我们的身边 你包括其中就有一个女子吗 之前是在我们的机场 呃 抓了一个应该是马来的女子 应该是少女 25岁的一个少女 他想去叙利亚当 呃 新娘 呃 随后呢 他说这这警察就说了 说这名少女 我我们怎么知道这名少女的 就是因为他的父母 呃 观察到 他的孩子有一些异常的举动 和异常的思想 所以他的父母就给我打电话了 打完电话 呃 打电话 打完电话之后呢 我们发现之后 我们就去机场 然后把这位少女 给抓起来了 成功的阻止他 前往叙利亚当新娘了 所以就说 呃 有些父母也是会开始 注意自己的孩子 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的状况 或者是 一些比较极端的思想 那像刚刚那个就是 大义灭亲啊 就是父母打电话给警方说 哎 我的孩子要 要做这件事情 那警方呢 就成功的就把他给拦截住了 但是呢 如果这些人是 呃 虽然说阻止成功了 但是他们思维模式 他们的这个思想 是不是要能够被改变呢 这个还需要在一定的呃 努力才能够达到 对 要的努力呢 就是熏陶啊 给他们突然起来 然后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去教育他们呢 对 我们我们想一下好 这样的一个事情 它最容易发生在 哪个群体里边 呃 就是说呃 我容易受到 这样 情绪的影响 嗯 就是说我要 呃 我是个马拉人吗 我要杀我周围的 菲姆斯林 我要杀华人 我要杀印度人 这样的一个思想和理念 最容易出现在 哪一类型的群体里面 嗯 在我个人的看法来说的话 应该可能就是在那些比较 年纪稍微比较轻的 年轻人身上会比较多吧 就毕竟他们在 可能在宗教上的那一个 真正理解可能也不太多 嗯 呃 再加上 前阵子又看到有一些是 教授也是参与在心中 是 所以确实我是觉得 我揣测不到 我是觉得点点匪夷所思 嗯 不知道那个根源到底从哪来 是不是可以考量两个点 我们说的不是个性的 而是普遍性的两个点 普遍性的两个点 第一个点 最容易受到影响的这一群人 他本身他的生活是比较贫苦的 嗯 也就是他比较贫穷和贫困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对伊斯兰具有宠高的宗教情节的人 这两个点合起来 是不是可以很容易的使这个人 相信伊斯兰国的这种理念 或很容易的投向伊斯兰国的理念 嗯 这个有 但是往往这两点就是 我们 我们现在存在我们社会的政党的一些 他们利用这两个点来争取 他们选民支持的两个点 其实这一个点来说 对我个人看法 对伊斯兰党的话 最好是一个最好的筹码不过的 现在他们是时候可以站出来说话了 也可以 也可以在做一些他们应该做的一些设施 就是做一些东西 就是让这些人民 让他们更加了解的去知道 什么是伊斯兰 什么是伊斯兰教义 什么是在伊斯兰上 跟这个ISIL有什么分别 区别在哪里 嗯 确实我们刚才所说的 其中伊斯兰党他们是宗教情节比较严重的 啊 他的基层的民众的宗教情节也是比较重的 另外一方面 国阵这方面 他们拿什么得到他们手中的选票呢 或者是不同方面 他们拿什么得到他们手中的选票呢 就是因为有一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民众 他们想致富 但是有时候 我们国家或者某些政党 刚才所说的政党 他们故意的或他们就是不想使这些民众富起来 因为他们一旦富起来之后 他们接触了现代生活的一些知识 现代生活的一些网络的知识 他们有可能会不投一个党 而投另外的一些党 所以呢 某些的政党他就会是 呃 我就宁愿让他们贫穷 这样贫穷的之后 我在大选的时候 我可以有时候会给他们一些糖果吃 给这些糖果吃 他们就感恩 他们有这些糖果就感恩 而且始终不渝的支持这个政党 所以说一个贫穷 一个伊斯兰宗教情节的 十分的浓重的 这两个群体 也许我们感受来说 是最容易受到这种极端思想影响的人 但是往往这两个因素 又是政党选举的一个很长 很大的一个筹码 所以这就是某个社会危险的地方 其实如果说贫穷的话 我觉得这一个 还有待有待去讨论了 因为毕竟贫穷的定义很大吧 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 但是这可能不是在马来西亚了 在其他国家 可能你可以看到 IS要有这么多的资金来源 也是可能有其他的背后利益所在 让人家大家 可能还有另外一部分 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伊斯兰宗教情节的部分 愿意投入很多的钱在里面 好 我们现在在看两个人 第一个人是李宗伟 第二个人是安华 两个人现在都面对着不同的困境 李宗伟的困境 相信大家也都在网上 或者电视媒体上知道了 他现在是陷入了尿检案的 因为之前我们就是知道 就是因为是李宗伟要参加 应该是市井赛 那个地区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叫就是市井赛了 但市井赛前需要用尿检的 在尿检过程当中呢 李宗伟的第一次尿检不过关 那么其实第二个尿检 他没有出炉 但是现在大家普遍的就在讨论着了 讨论着说如果真的是李宗伟 这尿检不过关 他究竟想 他究竟接受的处罚是什么 是不是竞赛两年 这是大家最关注和最担心的一个事情 其实这个为什么李宗伟的案件 会弄得沸沸扬扬 是因为呢 在我们看到来自一些这个报道了 是说他目前为止是在 从这个世界雨连官方的网站 就看到了一些报道 就是说有一些球员 有个球员不过关 然后呢是才来自大马于总的 他会说是一名顶尖男子 雨球选手在今年八月的世界锦标赛上 要检不过关 并且还有暗示说 这个名选手在市锦赛已经九月的 仁川亚运会上 均得过奖 所以这样子就呼之欲出了 大家就会猜到就是李宗伟了 那么其实这一次呢 刚刚也提到了第一个 现在是等着第二个逼平的尿检 那当然该说如果是根据过往的 很有可能是两年的竞赛 那两年的竞赛意味着什么呢 就表示2016年将会在巴西的奥运会 就没办法参加比赛了 因为这个是相信大家是最关注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在马来西亚的羽球界里面 大家一直在想说 李宗伟会不会有接班人 但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 真的能够有这个气候 能成为接班人的 所以大家依然各个比赛项目 都把期望跟期待呢 都压在李宗伟的身上 那如果现在他真的面对竞赛两年的话 那我们相信在奥运会上 大家也很难再抱任何的希望了 本身对于李宗伟的这个尿检案来说 不同人士或不同的他的朋友 感受是不一样的 有的他的朋友会认为 这一定是个误会 因为凭着李宗伟的为人来说 他不可能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另外的一些就是人呢 他就认为也许这个药碱的问题 是由于李宗伟他有伤病吗 吃了很多的药 包括人参啊 高营养的这些药 刺激的是他的药解不过关 这是另外的一方面考量 但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另外的一个考量 就是应该是中国的羽球队的总教练李永波 他曾经也说过 他说羽毛球是一项技术战主导的一个项目 你吃了兴奋剂走会把球打出界的 所以最好不要吃兴奋剂 兴奋剂反而对你比赛是不利的 是因为当初就有一些人分析说李宗伟没有这个服药的动机 就像刚才说因为还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 所以他没有了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有些会揣测说可能是吃一些营养品 或者是刚才说的因为有病产生 所以吃了一些药物 可能是不知情的状况底下 所以就蛮多人是就相挺的了 对不过还有让人很伤心的一面啊 让人伤心的一面就是在面子书上有一些网友的留言 这些留言看着会让人很伤心 你就包括其中的一个留言说 好吃了尽要含书球他活该 这个是可能对对他书球很失望 所以的一种怨气抱抱抱抱怨型的一个说法吧 因为其实在马来西亚 当然这个只是很表面的团结的 但全是大家很喜欢说 哎呀李宗伟一出赛的时候 不管怎么族群的朋友都会团结一起来 一起为他来加油打气 一起在妈妈当不分尼姆 虽然这个只是短暂的一刻 但至少我们还拥有一个短暂的 感觉自己全国好像很团结的那一个moment 团结的那一个感觉 我们仅有了那个moment 那如果那个moment就不团结了 就没有这么这么团结了 至少就是在运动上 其实运动上是的确带来给 带给国家一个很大的一个效应 一个荣耀感 对第一荣耀感 第二就是大家共享的一个东西 毕竟那个荣耀是归属于国家 而不是归属于 那个个人的球员上 那再加上就是 我把话说回来 我们也要看一下 就是这个禁药 最近我们频频都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在之前一段时间 我们也出现在人穿比赛的时候 我们马来西亚的武术 对 武术 武术队的那一个女生呢 她也她也被检验出来了 结果她的金牌被剥夺了 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 所谓的这个禁药 是不是奥运会有关 有关单位或者是有关方面的人士呢 必须要就是说 是不是需要重新去检讨 就是说 你指的禁药是在哪一方面 或者是你是指某种成分吗 还是指单单那个药物 还有就是那个成分来说的话 你指他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中医理念来说的话呢 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当然如果你只是一样东西的时候 他有可能是有毒的 但是当你配上其他另外一种药物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毒性给综合掉了 所以在这一方面 他们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个 比较客观性的一个检查 还有就是必须要更加的详细 就是说把它给列出来 就是你当你在服用的这些药物的时候呢 同时怎么要去分 就是说它是否是禁药 还是不是禁药呢 这一个是很大的考量点 对另外的一个人就是林丹 他也说了 就刚才像志祥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他说 我只看到这个新闻了 但是目前还没有确认 真的就不方便发任何的声音 因为谁也不能够确定 这件事是真的 我们还得需要等到各方面的确定之后 才能肯定这件事是真的 同时呢 我们从这个事件上 可以看到一些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 李宗伟 他是大马的国宝级的球员 他为国家立了很多的战功 我们因为他能够看到 我们的国旗在奥运赛场上 或在亚运赛场上高高飘扬 让大家认识 这是马来西亚人 这是李宗伟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护他 就是媒体在这方面报道 是不是太早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等到 这个事件结束之后 再有一个跟进的报道 不是在还没有确定 这个事件是不是真的时候 就把这个事情给 天花乱坠的给报道出来了 对 这一个 但是那是其中一点了 当然第二样东西 我们就让人民去跟进 也是这些好事了 其实也有点难 有点难避免这件事情的出现 是因为是大马鱼总本身 就有说出这样的一个说法 并且在世界的雨连官方网站 其实也有登了 这样子的一个报道 所以确实避免 大家看到这些资讯的时候 在网络上呢 就已经会开始 非常多的揣测 跟非常多的留言跟传言了 不过当然确实在报道的谨慎度方面呢 可能再抓紧一点 或许呢 对李宗伟本身呢 会比较公平了 好 我们再用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 说一下安华的事情 安华呢 他现在在10月28号 要最后一次审判了 那么10月28号的最后一次审判 也是终极审判 他是不是坐牢 还是无罪释放 这是至关重要的 他无论是对民连来说 还是对普遍的支持民连的民众来说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 我们现在想一下 安华真的入狱了 那么民连将会面对怎样的状态和状况 是一个很辣 棘手的事情 你包括之前我们都知道 行动的和伊斯兰党 是通过安华连接起来的 那么如果现在安华 真的要我们不幸的话 要入狱的话 是谁能够主导民连 是谁能够再继续执掌公正党 这是很大的一个疑问 也许大家会直接会想到一个人是阿兹敏 阿兹敏他会执导公正党 他也会能够是继续是公正 是行动党和伊斯兰党团结起来 但我们也是充满很多很大的希望给予阿兹敏 但也希望能够一切的好运给予安华